另一方面国内的半导体龙头台积电 今天举行股东会 有小股东要求董事长张忠谋 比照红海锅台名的做法 现场对鼓励加码 但是张忠谋并没有配合演出 他说鼓励要发多少 绝对不可能是现场决定的 而张忠谋虽然对台积电 未来的获利充满信心 但是他对今年下半年的景气 却是态度保留 他认为现在经济复苏的速度 要比预期来的缓慢 金元龙头台积电周四召开股东会 由于去年的营收及获利 都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董事长张忠谋 在股东会现场显得喜气洋洋 不过有小股东对于 只配发三块钱鼓励不满意 现场要求张忠谋加码 只是现金鼓励 可不可以像鸿海的董事长 你难道以为这个真是在会场当中 临时决定的吗 三块四块五块 我想未来会达到的 未来会达到的 今年不行 一年绝对不行 虽然当场回绝了小股东的要求 不过张忠谋对于台积电 未来的营运深表信心 表示未来一定加码 配发更高的鼓励 但对于景气预测 张忠谋则没有太乐观的看法 认为复苏的速度 比预期的还要缓慢 看起来是并不是那么好 就是今年下半年并不是那么好 全世界的经济的景气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还不是在一个灾祸的局面里头 此外张忠谋表示 日本311大地震之后 核电在全世界都不受欢迎 他看准太阳能产业前景乐观 目前除了拼技术领先外 股东会中通过了成立台积太阳能 与台积固态照明两家子公司 也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记者在日文新竹报导